把我的整體款的動作 把它跟洗錢化成等號 那我個人的認知 洗錢或說這些錢都是 不明來源或是 斷券掌插水的 這個才需要這個洗錢 但是我今天來這邊 跟各位媒體報告一下 我今天就是在證明 你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的當當 七千百萬的錢 那我有特別準備了一些 因為 成績是不一樣在 檢查協議 所以我特別是 還有自己 其實好像都加了很多的選擇 就這樣 講了一點點 那我現在大概有可能 可以加了一些 自己的選擇 有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並沒有提過什麼叫做 加了一些 我那時候在 一百七十萬 但是之後我週刊又提到六百一十九萬 數字滿天飛 想請教說這當中的金流 因為涉及了有包括像所謂的稿費 演講費還有首尾錢 這賴龍去脈 能否一次說清楚 沒問題 那我覺得最近看新聞 當然是我覺得最壓抑的是 把我的一些 存體款的動作 把它跟洗錢 化成等號 那我個人的認知 洗錢就是說這些錢 如果是不明來源 或是犯罪詐騙所得 那個才需要去洗錢 但是我今天來這邊 跟各位媒體報告的是 我今天就是要證明 我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當當 清清白白的錢 那我有特別準備了一些 因為存責全部扣押在檢方手裡 所以我特別去幫主席 還有自己最近跑了多家的銀行 去申請他這個交易的明細表 那我現在大概口頭講一些 我們家的一些 這幾年的現金的來源 為什麼我們有這些現金的來源 可以存到其他的戶頭去 第一個 是我媽媽的帳戶 但是我並沒有提過 什麼叫做交易錢 我那時候在連任署講的是 我父親在2016年年中 中間的中獲勢之後 我的媽媽在2016年年底左右 就辦完了她的計程 她的所有的那個現金的遺產 所以那因為後來我全權負責照顧媽媽 所以媽媽的一些存責提款卡印章 全部都是歸陳佩琪所管 那所有的兄弟姐妹也都是認同跟接受 那這幾年從2016年接受到媽媽的帳戶以來 媽媽的那個台灣銀行的繼承爸爸的一個遺產 還有她自己在郵局有一份那個老年年金的入帳專戶 從65歲到她現在92歲 總共也大概差不多七八十萬左右 那總共我可以證明我媽媽的 提領出來的我媽媽的錢 從2016年以來大概是535萬左右 就是台銀跟郵局這兩個帳戶 那那個提領是我拿她的提款卡去的 那應該是有權力的人可以調閱提領的人 如果不是陳佩琪那我負法律的責任 那另外就是第二個我們家會有如此的現金來源 就是我本身在醫院工作的一個薪資轉帳戶 那也是跟媽媽的一個帳戶一樣 從2016年如果起算的話 我大概提領了507萬左右 然後另外再加上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帳戶 大概再加上21萬是台銀的帳戶 所以我本身提款出來的大概叫做528萬左右 這是我們家的第二筆的那個現金來源 那在第三筆就是說我們在2018年 利用我家的新一路的房子去抵押房貸來借錢出來打選債 那那一年的選戰我們獲得的選舉補助款是1700多萬 那那年的發費就是人事跟活動的發費1500多萬 所以那一年也還有200多萬的選舉補助 就是還回那個選舉的發費之後 我們還有200多萬的一個現金所得這樣子 那另外另外一筆就是我先生本身從他的帳戶裡面 這幾年提出來的那個提款的額度也有171萬左右 那還有另外一筆就是另外就是說去年應該是選舉年 所以先生有很多的一些演講啊那個通告費 這個在扣角平單上有列入的就有 稅務資料可以查到的就有64萬元 這只是去年的那其實他每年都 滿多的演講跟通告費 當然有些是直接轉賬那有些是 如果去一次的話大部分都是給一些信封裡面就給的一個現金 但是這些因為好幾年所以我就只有列出 2023年我先生去做的一些演講通告費 有在扣角平單上面的大概64萬元這樣子 那另外到最後我還是得說 因為選舉的時候先生參加了極多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也有車馬費跟出席費 然後親朋好友見到我們也是會給我們一些贊助金啊 一些紅包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主席也沒有薪水 那大家看到他總是會給他一些加油鼓勵 那這一方面的錢大概有百來萬左右 那以上我講的那麼多 那剛剛已經有人幫我算出來了 我以上提出的這些加總起來大概一千六百二十八萬左右 那這個就是對於我這幾年 2016年年底來到差不多六年 2016年差不多八年吧 以來我家裡的那個現金的一個來源的一個證明 那這邊也都是由我自己本身的那個提出的一個證明 那我這邊剛剛我提到這個之後可能是比較經典的 這個是我112年度就去年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這個提款的證明 就是我整年度總共提了119萬 這個都是在我去申請交易明細的時候提到的 那現在因為我要去申請這個是因為我現在的帳簿 都是扣押狀態 所以這個是特別去銀行申請到的 申請到的一個交易的這個細點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小我又有雙方 不一定有限地 一旦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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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